外手拆下 進行拚招牌 出力競以甲子的台北市 第一殯儀館 正式走入歷史 商業開發 建商 政府事單單 因為一兵周圍房價 從2018年四次投 如今站上六次投 如果要再往上走 恐怕並不易 承調量很低 也是因為一兵要拆遷的關係 所以導致賣方的心態 它會變得比較洗手 就算有在賣 喊價 開價也至少都是七字投 那就會變成 可是買家它又追不上去 1965年一兵蓋好時 本是荒芜郊區 隨著都市發展 逐漸變成商業區 生命裡一夜 宮廟還有建國高架橋 加上一整排 還留在當地的殯葬 一條農業者 即使殯儀館拆遷 房價還是上不來 許多商家生計 變臨前所未有挑戰 我們過路客會變得比較少吧 過路客是值 是值 就是有些人會來我們附近會館嘛 然後或者是辦事情演廂什麼的 然後他們會經過我們這家花店 就會順便說告別室那一天順便訂個花 那你現在少了殯儀館 那他們的生計一定受影響啊 那你不是牌照說要移就移這麼簡單 台北市的法規是很嚴格的啦 對 那我們很多業者都跑到別的縣市去了 業者心知肚明 早晚會被住戶壓力逼走 北市府說要蓋殯葬專區 但蓋在哪 至今只聞樓梯響 殯葬業很想問配套在哪 外號小冬瓜的郭憲宏 從小在一斤附近長大 裡頭的一磚一瓦 他熟弱的像自家角落 拆了雖有不捨 但也知道是都市化必然結果 他憂心的是 未來三藏事宜轉移到二兵 但二兵平常就承接三城左右的 新北市火花作業 現在要加入一兵量能 能負荷嗎 比如說像一兵有時候 如果出場像景行坪那種大廠的告解室 那其實這邊交通就會打亂 為什麼 因為它可能一場上地 它就有可能一陽半米冰增 那如果大家都開車來的話 其實沒有那麼多車位 挖一個坪 還可能做一堆車 要來 那你等同是把這些所謂的停車壓力 就是一口氣 就是也是跟二兵那邊 來看看二兵 整間的寬敞氣派 還有步道跟接駁車停等區 顛覆傳統殯儀館印象 但一到假日 人車為患 還發生過民眾為了找停車位 錯過告別式的遺憾 台灣邁入高齡化社會 估計每年死亡人數都會增加 加上寒流季節變化或是類似新冠疫情 才是考驗開始 你如果說就是不要這麼快一次就把它切斷 真正把它到你 包括你所有的量能夠的 你也找到了你的停車塔 包括你的後面所有的建設都完成的時候 對不對 那個時候不是更好 連連銜接都不會有所謂的政策 一兵未在商業住宅區成了他的原罪 但他的確陪伴許多人走完最後一里路 如今走入歷史 外界卻只看得到土地價值房產起飛 卻沒思考後續長遠的名聲一下 電腦中印記者中山城黃書尾報導